我们加伊朗无名字 我们加伊朗是总统 奉天宫董事长这番话 让侯友宜笑得好开心 侯友宜回访老家嘉义 拜公庙跑行程 来与议员跟无党立委参选 林国庆陪同 就这么巧前一天郭台铭也在这 有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一路相挺郭侯嘉义拼场 一位浓厚 我昨天跟妈祖 在那跟市委 也在那跟国 我做总统 终对由台湾带来安定一会 可以环容 就连班妈祖也跟平平谈到 妈祖的郭台铭颇有较劲异味 日前侯友宜用会再拜访 来隔空回应郭董的约喝咖啡 但依然只闻楼梯响 郭台铭前一天这样说 三个人应该 都有创通的联络管道 一直在看 我的手机小没有 你抛出来要吃东西 那也顺带把你的条件跟情敌 抛出来让大家都知道 你要合作什么 跟谈什么条件 侯家军帮自家主帅说话 要郭条件先开出来 周主席则再次温馨喊话 先用正面 用积极的角度 多沟通 大家多相互的展现善意 展现善意说的容易 但谁要先跨出那一步 老三老四显然跟在那 不过根据议题研究中心 搜集22号23号 金门型网路声量 郭台铭创造超过6.8万则声量 好感度0.41 而侯总声量约3.5万多则 好感度只有0.35 甚至在泛蓝社团的讨论趋势 侯友于8月中还领先郭台铭 但到了近10天 与郭出现黄金交叉 布台铭声量落后 侯友于专心跑行程 锁定中南部故庄 但整合郭台铭卡关是事实 对蓝铭来说 势必如梗在喉 4月林凯军 张国阵 郑凯中 加一本